台北股市今天又大跌了 眼前的你担心吗 你想的是外资的筹码 你想的是乌俄之间的危机 可是不要忘记过往的教训 这种盘反而是下一段新行情的机会 欢迎收看股市赵小敬 我是陈俊杰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邀来现行 好了今天来讲的话礼拜五 台北股市又出现了一个回跌了 那我相信就是说全市场现在来讲的话 所担心的第一个 全台昨天的停电 是不是产业这一边的亏损 会反映在行情里面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也许会觉得就是说 美国股市这一边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乌俄之间的战火一直没有办法 有效的停止 甚至有人在谈到说 那个俄罗斯都已经要攻击乌克兰的 核能发电厂 后面来讲的话核灾怎么办 我说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你反而要好好想一下 去年很多时候这种 市场陷入恐慌的时间点 它不会是你退出股票市场 不是你把手中的持股出清卖光光 绝对不是这个时间 你如果好好去回想一下 去年的行情 这种很多时候来讲的话 那个市场的危机出现了 或者是群众发现了一些让你恐慌的事情 反而不会是空头的开始 你越担心市场担心在前面的盘 越不会是空头的危机 记住这一个重点 来 今天来讲的话盘面上反而大家可以看得到 航运股 货柜三雄来讲 持续的变成是我们整个在盘面上面的主角 那我相信就是说 你把那个行情的重点抓出来 你自然而来可以从这些股票的身上 看到一些 你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来 今天来讲的话 整个扬名 货柜三雄里面的扬名 盘中一度的攻上涨停板 那我相信就是说跟昨天的长龙一样 那最近来讲的话 货柜三雄的表现都已经是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谷底来翻身 那我相信就是说一路以来锁定捷老师的节目的朋友 我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特别谈到了 这些股票 他们不是空投格局 而是你要知道的是 他们在日线图上面这一边 很明显的是沿着年线扣底值 240RM这一边来做测试 来做一个打底 重新打底的过程 所以反而要特别留意到这一点 你如果还记得 因为捷老师这边要强调再强调 很多人把过去的教训忘记了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其实大家你会发现 当这样的股票格局 大家一致看好调高目标价 然后拼命拼命的 市场上面买盘就是要买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往往都会是它股价高峰的开始 甚至这种航运股来讲的话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阳明今天来讲的话盘中有触及到涨平板 那你会发现货柜三雄长龙阳明万海 似乎的有一点在轮动 轮流变成是一个盘中的主角 那我要提醒大家 这种状态来讲的话你就要知道 你回想一下去年 当股价拉回的时候 热络过后拉回的时候 天天都还有利多消息 一直到后面来讲的话 股价利多出来了 结果往下破 当时候长龙跟阳明是灌破100块 当时候来讲股价甚至看到八字头 后面来讲的话看到八字头 反而这边来讲的话看到的是什么 慢慢的一些疑虑出来了 你现在在那种打底的过程 然后疑虑都慢慢的讯息 慢慢的消化完之后 反而现在股价拉起来了 你慢慢的会看到一些的利多讯息出来 利多讯息出来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要懂得是不是应该逢高的做调节 或者是你这一边从谷底逆转胜的朋友 因为你刚才有锁定我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就很强调 像这类的股票来讲的话 一条的年线扣底值 他早在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他不是走空头格局 他只是将他的股价高峰反映完之后 他的股价高点反映了这个景气的最高峰完之后 拉回来股价重新进入一个中期整理的过程 所谓讲白一点重新打底的过程 所以你不要追在利多大家一片看好的时候 把你的资金卡在那个股价的最高档 反而一路这样拉回的时候来讲 每天都是利多没有看到利空的讯息 没有坏消息 你反而一路这样摊下 摊到后面摊到你受不了了 挺损的 反而什么 这一档股票重新打底 酝酿下一波攻势了 我相信就是说这一边来讲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 就要是一路以来 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些重点 包含就是说我相信 你现在从不管是阳明 长荣 万海 你只要把他的60周均线拉出来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在过年后 大家过完年假之后 我在节目上第一天我就跟大家来谈 金虎年会涨这样的股票 60周均线往上扬的股票 所以你听到过往不好的讯息 或者是利多都没人买了 利多都没人理了 利多这边来讲的话 他也不会变盘面的主角 反而你要懂去检视这一档股票 他的格局到底是处在什么位阶 60周均线上扬的股票 今年还会涨 不要忘记 这是我在过年之后 在节目上第一天都不断不断提醒大家的 反而好 涨起来了 你现在要知道什么 来 今天来讲的话 当然你务必要懂的 因为盘面上 现在在Lite这一边 根据老师来留言 许多航运股的 大部分 来 又来了 股价涨起来的时候 运费就要飙涨了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去年 很多人就是因为运价看涨 运价看涨 运价一路要涨 涨到年底 运价一路要涨 涨到明年 所以怎么样 一路从高点上摊下来 摊到没有钱为止 摊到后面受不了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的 一个利多讯息放出来 从高档一直 摊下来摊到没有钱 摊到后面受不了 股价破百的时候 反而是什么 心理压力过大 直接把股票做停损了 反而是底部的来影 你现在想看到股价拉起来 因为大家你现在都知道 长荣从过完年之后 一直到现在涨了四成 股价涨幅超过四成之后 你会看到 类似像这一种 重大的利多讯息又出来了 运费飙三倍 他不是飙三成 他就飙三倍 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你觉得你应该把你的资金 再直接跳进去 哇赶快哦 我那个去年停损错了 那个阳明啊 长荣把他买回来 是这样子吗 股价是这样在操作吗 股票是这样在操作的吗 我希望就是说这一边来讲 最好是不断的提醒大家的 你现在来讲不用去猜 哇那个老师 长荣扬阳明 或者是你这边来讲的话 没有会员来求助的 有没有机会回到去年高点 我在我的Light这里 就已经长期了 因为去年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 针对货柜三雄 针对航海王 我特别录制了两次两段的影片 刚才提醒就是说不管是长荣 还是阳明 他们都会有一个中期的 大户成本 颈限的位置 你现在可以明白的看得到 为什么我会在那个节目上强调 接下来长荣 或者是我们准备要来做一个逆转 然后逢高做一个跳船 逃生换骨的机会 因为去年来讲 然后我们聊到嘛 去年你有锁定我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 7月过后 杀到那个破150 破百之前 我就已经在节目上一直污吁到 1007 100 把那时候相信我的很少的可怜啊 多的是来抢我的 结果后面来讲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 长荣后面杀到85块半 你砍在90块的 砍在那个90块以下的 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什么叫阿呆股了 我当时一直告诉大家 股价的格局你要懂得去判断 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连续三天 昨天的节目已经聊到 连续三天长荣 哇都站在150块上面 150块就148的大户成本之上了 所以这个关键交位有没有用 你看到利多讯息 哇 任何的反弹拉抬都不过他的大户成本 那是真还是假的 你现在来讲的话 看到我那个 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后面来讲的话 这些航海王 航运股居然会复活 默默的在大家都没有很关心的状态下 给你拉到148块 你拉到148块 150块 今天来讲的话 长荣已经拉到170了 你再来讨论说 老师有没有机会 回到233啊 我说 你在思考这个人 这个问题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看一下我light早就已经分享了 197块 你如果要看到长荣回到233块 他必须怎么样 要能够占到197块 而且要能维持在上方 你再来讨论 有没有机会回到233 但我去年的那一个节目来讲 已经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强调了 来 长荣 阳明 万海 我不是不看好他们 他们也都是好公司 但是这样的股价的周期 因为这样的景气循环股来讲 他有一个 一个习性 你要知道 过往来讲 不管是航运跟钢铁 原物料族群他有一个特色 他的股价 会走在那一个景气循环里面的前面 所以股价的高点会先反映 那一个类股族群 那个原物料族群 那个大循环里面的最高峰 他会先反映 股价会走在前面 所以你当你还在看到 这边明明还赚钱 这边报价还在涨 这边运费又来了 飙三倍 比去年更夸张 可是你要知道 他股价已经先反映高峰了 你务必要有这个观念 因为我去年来讲在节目上 不只谈了 不只谈三五次 我相信你去年锁定我的节目 甚至你去年有看我跟大家来谈 我们航运股的朋友 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有印象 因为 你手中有航运股 看到我在聊这个是最高点 这个是最高点 你一定很不爽 那多少人是最后没让我被逼到 停损在那个 100块以下 90块以下的 如果你仔细去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来讲 长龙阳明万海 从110块 100块开始看到市场上追 追到180、190、200以上的人 从这边开始做停损 市场最惨的 我相信大家你都听得到 就是砍在90块的 那85块那个最 那个85块半 那个90块到85块之间的 那个真的就是阿呆股 我们不要去批评什么 而是我要告诉大家 源自于你对于股票操作来讲的话 基本的观念你有没有掌握到 你有没有具备的 你再来去讨论说 这边的股价应该怎么来看 特别留意 你必须要一个心理准备 去年的这个高点 长龙阳明万海这个高点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它会是这一波海运循环里面的 股价最高点 去年我已经提醒了 你到后面一直到年底你会发现 一整年的高点就是在这里 你现在来讲的话看到这个 股价拉起来了 你现在来想这个高点 然后你把你的资金再跳进去 很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行情在这个位置 也许你不会想听 也许你听了会不开心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眼前这一边的行情 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如果不懂得去分辨股票的格局 看到涨起来就要去买它 看到跌 你就觉得这个行情走空了 追高杀低 你会请家荡产 去 昨天我今天特别聊到去年10月份 因为那个航运股破百 来找我帮忙的 老师我到底该该怎么办 我直接都告诉 那些清代会员 你手中套到航运股的 我叫你千万不要卖在这里 接下来你只要给我时间 后面来讲会有一波的行情 我带你逃 因为你们错过前面170 180那个逃生机会 我带你逃 现在来我们逆转胜了 但是你回想一下去年 那一路这样掉下来 我的清代会员里面 长荣阳明 有各60张的 66最高是一档66张 你看那个多可怕 从18019张买下来的 66张 当然啦市场上我还有听过 那个89张90张的来招 我后面来讲的话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仔细回想一下 光是从航运股 当然钢铁股你自己想 因为他们的那个高峰高点 跟那个低股 当然相同 差不多的时间跟位置 你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光是两档两个去年最火红的类股 你如果是看涨拆涨看跌拆跌 高峰买 低档杀下来的时候我停损 你可能讲的是老师我要执行我的纪律 但是什么 不好意思你换的是请家荡产 你自己想一下 不要说60张 30张就好 那个价差有多大 我在前面半个月的时间我跟他聊航空股 华航跟长荣 我就聊到 你砍在底部区 到那个后面来讲我们逆转逢高 创新高的时候 什么我们停力出场 50张那个价差 长荣航 华航 那个算中低价股 50张那价差就六七十万了 更何况这一个是一百多块的股票 有人是吹在一百八块两百的地方的 那我就不谈那个市场上在去年 罪在两百的 我不晓得有没有执行停损 但这边来讲我只要告诉大家 这个教训他直接告诉你什么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股票 不管你念了多少的书 不管你懂得财务报表怎么看 你不懂得去分辨一档股票的格局 涨跟跌到底是处于什么位阶 你再多钱最后面那种 会走到请家荡产的地步 也许我一直聊啦 这样的讲法 节目上讲这样子可能不重听啦 包含的就是说 应该是要在这一边收会员的 头顾节目来讲的话 告诉观众来讲这个观念 可能人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你应该讲说你多会赚多会赚嘛 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分析师他应该有他专业应该要发挥 带给市场投资人一些正确观念的一个 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告诉市场投资人这个有多好赚 你在思考长荣阳明或者是万海 到底会不会能够过前波高点的 能不能挑战前波高点 我还是这边提醒你 在我Lite这一边你只要 当然画面左下角 vendor's goldrich 55688 小和 gradoich 55688 这个我唯一的官方Lite 你把他加入 留在里面 你只要留言说老师我想要知道 你 turning found in 你大概跟我聊一下就是說 你大概套在什麼位置 然後我把這個關鍵價位 直接給你 我一定聊到你在思考 那個要不要過前波高點的 我先提醒你 那個其中一個強勢整理的關鍵價位 你至少要看到 沒看到之前你不要想說 我這邊跳進去 或者說我要不要等說 會不會還掉前波高點 不要去賭這個 因為這個類股族群 它一樣過往本來就有這種習性了 你如果是資深股民 甚至一些老分析師 他如果經過那一些 他沒有告訴你這些觀念 為了要收會費來講 沒有告訴你這些觀念 那我不曉得 他在那個電視媒體這一邊來講 講那一些利多 講那一些那麼好聽的話 我不曉得他背後真實的目的是什麼 我也不方便去做比評 但是我希望你鎖定我節目的忠實觀眾來講 至少你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景氣循環股 他的股價會先走在那個循環你的前面 所以股價會先見高點 你後面才會看到那個景氣循環的最高峰 所以我在節目上你有聊過 你如果是過去資深的股民來講 你一定有一個印象 鋼鐵股過往的中鋼 去年中鋼很多人套了十幾二十年 或去年終於可以解套了耶 那時候為什麼很多人會套中鋼十幾二十年 為什麼 包括去年的航運股之前來講 我在節目上有聊到 有人是用一輩子大半的青春去等他 為什麼 如果你是資深的股民一定有一個印象 中鋼鐵股或是航運股高點已經出現了 已經攻了一段了 可是我還聽得到 他們的公司後面還有利多 明明前一個月股價攻一波現在拉回了 可是這個月我還聽到他們的報價 航運股來講的話就是他的運費 這一波量主要是運費 鋼鐵來講一直以來都是盤價報價看漲 還會繼續漲怎麼樣子的 我都還聽得到利多的訊息報價還會漲 可是那個股價就是下來下來下來回不去了 怎麼彈都回不去了 那一等可能就是大半輩子 二十年一個小孩可以變成成人 可以從國小變成念大學 要大學畢業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不跟大家來談就說 哇老師你保證這邊一定會怎麼樣嗎 我跟你講 你想要知道航運股貨櫃三雄 有沒有機會去攻前波高點的 你先來我的Light這裡來講 畫面左下角 小小屬go reach55688 小小屬go reach55688 你直接跟我要 三檔貨櫃三雄的關鍵價位 把強勢整理的關鍵價位把它記起來 好不好 那你這邊想 老師那個我會不會造一波攻擊的走勢 它如果可以看到 拉到那個強勢整理的關鍵價位 然後停在那邊一個禮拜 你再去做加碼都還來得及 但是如果不能的話 你在這個時間點你跳進去 你很有可能會追到第二波的 逃命的高點 你不信你去想一下 去年我在節目上告訴你 一百七一百八是要逃生的 跳船逃生的 你去年追到一百七一百八的 你自己回頭來想一下 我節目講跟你講跳船逃生 可是你跳進去 因為有利多沒有壞消息 因為那個時候我印象超深刻 我在節目上跟你講 跳船逃生很多人不爽 來留言嗆聲了怎麼樣的一大堆 天天都有 這就是市場 我不是在揶揄 而是我要提醒大家 股票市場裡面 你本來就要有一個 很重要的去觀察市場的 那一個氛圍跟跡象 你如果只是去追的 都好消息 都沒有壞消息 漲起來了 跌下去了 你是在看熱鬧 加入我Lite 小鼠 Goldrich 55688 小鼠 GORI CH 55688 接下來我在Lite這一邊來講的話 持續的開放 持股見證的一個活動 只要你在 把你持股部位寫得詳細一點 只要我Lite這一邊的表單連結 你點進去填清楚 讓我看得到 到底是什麼股票 然後幾張成本在什麼位置 我才可以幫助到你 好 那但接下來來講的話 我在Lite這一邊 會陸續的分享 有一些 因為烏克蘭 俄羅斯之間的戰火 然後 後續被低估 現在被低估 他的基期超低 然後很多人在看著航運股 想著鋼鐵股 看到我創委好強 我到底能不能買 資源那裡夠 創新高啊 很多人會忽略掉這種低基期的股票 因為通常他們在那邊 就是要漲不漲的 新聞媒體不會爆他 通常你也看到他曝光度不高 但我通常就願意幫大家整理出來那些股票 什麼樣的理由 後續來講的話 其實你用一個機會在那邊 你與其去追那一些漲起來的股票 你不如把你的資金放在 那個低基期的股票 反而是這種動盪的行情以一代勞 那種過度那個追高殺低的 這種行情來講 通常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好不好 那我相信你點入我的Light 你就可以等待到那個影片連結 那你那個訂閱我YouTube頻道來講的話 當然影片上傳成功 你一定會收到通知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針對 不管是航運股啦 鋼鐵股的部分 其實他們一樣啦 去年股價殺到破百的時候 航運股就特別聊到 這上面都有日期 我直接節目上就講了 他們不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你不要看到跌就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自死地而後生 我相信你只要Google一下 自死地而後生這句話的意思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的 那一段時間 航運股有的人那算都說 今天跌頂盤多少錢 哪一天跌頂盤一個禮拜跌頂盤 哇那個航運股回到20幾塊30幾塊 多久之後我就看得到了 看跌拆跌嘛 你沒有去分辨股票的格局 你不曉得那個回跌是在幹什麼 你不曉得那個漲起來是在幹什麼的 你怎麼樣金三銀三 你家產再多在股票市場裡面也是揮霍啊 也許我講這樣的話很多人會聽不進去 那個不中聽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你真實鎖定我節目的朋友來講到 與其 跟著我 與其要看我跟其他那個頭顧老師一樣 哇我這邊漲停板 這邊好強 那邊怎麼樣 這邊強勢股怎麼樣 賺多少錢 一天可以多少 一個禮拜20萬 我有講過嘛 跟你宣稱一個禮拜可以賺20萬的 你去參加完之後 你看你下場是什麼嘛 因為你的貪念造就了他在市場上面 有一個非常大的生存空間嘛 這麼多年了他還可以得手 問題在哪個地方 供需而已啊 你的人性讓他可以得逞嘛 我不做這件事情 我希望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可以讓市場的投資人有一些正確的觀念 你至少踏進股票市場裡面 你的辛苦錢投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有一個最基本的 你認識這一檔股票 他的格局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聊到 後續來講的話 金虎年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但是你要知道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最近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禮拜非常精彩的 航運股鋼鐵股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他虎年還會漲 虎年還會漲 漲起來了 你要知道怎麼賣啊 不要跟去年一樣 看到漲起來了 然後跳進去 趕快大家都進去卡位 悲劇 昨天的節目我已經特別提醒了 只要是我的訊息會員 針對你手中有航運股 不管是長榮揚明還是萬海 只要你手中有貨櫃三雄的股票 要出掉 不管是套在去年的高檔 或者是套在今年 你抄底的幹什麼的 沒有關係 我只要是我的會員 訊息會員我都會給你 我們最後面 直接一個目標價 直接要出清的訊息給你 時間到你盤中收到我這個會員訊息通知 你就知道這一邊來講的話 航運股就是要先賣掉的 當然我清代的一對一的盯盤的會員來講的話 如果手中的持股 因為我昨天就有聊到 去年我有這樣講 來找我幫忙最多一檔66張 150塊 160塊 180塊 套到後面來講的話來找我 因為他看到股價破百了 不曉得該怎麼辦來找我的 你就會知道 看懂股票格局有多重要 你砍在去年那個破百 砍在去年破90 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等於說請家當場王 你會發現 才多久的時間 其實是可以什麼逆轉勝的 那有沒有人願意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不管你任何等級 但因為這邊來講的話 你如果持股部位比較多的 那你必須跟時間賽討 慢慢的逢高來將你的持股換成現金 把你的資金轉到 現在來講另外在底部區的股票 後面會有一波漲勢的 那個才是對於就是說 你資金比較大一點的朋友來講的話 現在應該有了操作 那你這邊來講的話 也許是少量的航運股的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訊息來講 你有掌握到 到時候我最後面一個 跳船逃撐的那個目標價 訊息叫告訴你盤中發出去 告訴你預掛多少錢 我們就是要全部賣光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什麼動作了 我希望就是說 今年的行情到現在 一條60週均線 你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眼前這一邊的航運股 鋼鐵股 甚至我們在那個節目上面 跟他分享到的記憶體族群 你都可以發現得到 只要你堅持一件事情不追高 我從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從60週均線走平低基血的股票 下去做著手 你自然而然會發現 原本不會漲的股票 原本你看不起 完全沒有發現到他的股票 後續來講的話 反而是可以幫助你賺錢 當然你資金不會夠 當然了 這邊我特別跟大家強調 尤其是你在去年 有套到那個化工股 套到鋼鐵股 當然了 有一波最悲慘的是去年11月份 去追那個元宇宙第一波的股票 宏達電 威盛 你如果手中去 在去年11月份 有追到這些股票的朋友 我希望你這個一對一的 清貸會員 丁盤換股 你可以好好掌握到 因為這邊就是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替你們而設計的 因為眼前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那絕對不是你退出市場的時間 你仔細回想一下過去去年就好 去年 像現在來講的話那麼冷淡 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行情動盪忽漲忽跌了 你還記得去年 第四季的時候 10月份的時候 中共軍演 對台灣軍演 可能要打飛彈過來 你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你還記得去年曾經有中國限電嗎 昨天我們台灣停電今天 我不曉得你還記得去年 第四季的時間點 中國限電 你記不記得 你還記得 中國恆大集團嗎 去年炒錯了一段時間 讓很多人很害怕 結果現在回頭下去看 1萬6是不是買點 今天下跌還在1萬7千7啊 今天跌快200點啊 指數收盤還在1萬7千7啊 你去年那個 哇很危險的那個時間點 1萬6耶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個時間點務必要知道 把去年的教訓 好好的學起來 今年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 現在絕對不是你 退出市場的一個時間點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虎年還會漲 但你要知道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還會漲的股票 你要知道 如何在哪個位置 哪個時間點逢高來做 賣出的動作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破線非空投 很多現在來講的話 在底部區重新打底整理的股票 他就跟去年 破百的航運股 破90塊的航運股一樣 不是空投格局 你從航運股的角度 看到貨櫃三雄裡面的長榮跟陽明 現在很多股票 他的格局 就好像當時候的長榮跟陽明 破100塊 破90塊 那個時間點一樣 因為你看起來 殺成這樣子 空投格局的股票 你現在回頭來看 那個時候破百的 破90塊的是買點還是賣點 你砍在那一邊 你賣在那一邊的 願不願望 現在有很多股票 跟當時候的長榮陽明一樣 是處於那個位階 五年還會漲的股票 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你應該在這個動盪的過程 看到行情跌下來之後 低掛 進場去部署的 把你前面高檔 激期高的股票 我們把它換股 換到激期低的股票 現在這個震盪的過程 你就是應該做這件事情 就好是已經強調了 大盤現在是不會有方向 我在過年之前 我就跟大家來強調 你不管看到大盤漲 你不管看到大盤跌 你最後面一定回頭一看 原地踏步 大盤原地踏步 指數原地踏步 那就代表什麼 股票會輪動 就這麼簡單 股票會輪動 你就不能看到什麼漲 跳進去買 因為輪動的過程 你看到漲才要去買的 你就會把你資金套在高檔 因為市場資金把它收回來 要去拉另外一個沒有漲的股票 所以你後面很容易 在這種格局裡面追高殺低 與其你去不斷的追高殺低 你不如在這個時間點 知道怎麼去分辨股票的格局 在這個時間點 做好一個大行情出現之前的部署 震盪的過程 震盪之後 後面就是一波往上創新高 去年走那麼多遍的來 我相信說這一篇來講的話 就好還是要跟大家來談 雖然好像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種大跌的盤 好嚴肅喔怎麼樣 可是來 我跟大家強調 你有沒有發現 去年 這個五月份三級警戒 那個時候最可怕嗎 動盪完之後 行情是不是創一個新的高點 第一次看到一萬八就是在 去年三級警戒疫情在台灣擴散 第一次那時候大家很害怕 後面有一萬八 後面來講你會發現 哇 震盪下來了 這個震盪的過程 後面來講的話慢慢的 不就醞釀一個後續創新高 再破掉一萬八 拉到一萬八千六的行情 現在來講 重新再回到這個震盪的過程 你還學不起來喔 這個是買點還是賣點 尤其是你手中有資金的朋友 你千萬千萬的 要把過去的教訓記起來 等到你看到漲起來了 哇 要買的 因為去年第一次看到一萬八 然後那時候大家去追鋼鐵 去追航運的 怎麼樣 就是把資金卡在 長榮陽明200塊以上 萬海卡在300塊以上的 你的中鋼是不是買在40塊以上 這一類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懂得 時間的循環 包含了整個這一邊股價的位階 你要懂得去分辨 實驗關係啦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希望就是說 禮拜六 禮拜天 大家你在那個家裡面 看節目來講的話 好好去思考一下 因為眼前這個時間點 告訴你 哇 我們的股票這邊漲起來了 我相信你大家都看得到 知道 記憶體族群 金豪科今天來講的話表現不錯 創下一個最近就半年的新高 記憶體族群的股票 你覺得我們只會買金豪科嗎 我已經聊到了 現在來講很多底部區 記憶體模組廠 記憶體封測廠 這些股票 難道我們沒有帶貨員去部署 很多是平價股 你知道嗎 我相信你也都看得到 安國今天來往上漲 我在節目上早就已經跟他聊到了 上個月的節目過完年之後 安國 NetFlash的控制晶片廠 這個我在早上講過 NetFlash記憶體族群的啊 難道那一些股票漲起來 你不會知道 你不會想到說 哇那一些在底部區的 很多人趴在那邊多久 底部在那邊打底多久 上不去也下不來的 後面會輪到他們漲 你現在是不是該買他們 那你幹嘛把你的資金去問說 哇老師那個鋼鐵股拉起來 要不要追 老師這邊來講的話 長榮還能不能買 陽明還能不能買 務必要把過去的教訓記起來 在眼前這個時間點 做對的動作 替你後面的財富來做部署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